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近來是針對白色恐怖時期的民進黨 角色 評論連連 他跟反問美里島時間的時候 替受刑人辯護的律師 到底是不是特務 對此也是辯護律師之一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 今天是正面回應了 他說自己一生坦蕩 備受考驗 而針對拜託總統挺臺的回應 總統府也表達感謝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 爆出憲民事件之後 政治效應還在荡漾 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先是指控駐日代表謝長廷 也曾經是特務 更反問當初 為美里島事件受刑人辯護的律師團 哪個不是特務 當年也是律師團成員之一的行政院長 蘇貞昌出面駁斥 蘇貞昌也說 作轉會成立至今已經撤銷了將近六千件不公議案件 持續朝轉型正義努力 而說到美國總統拜登被問到 如果中國攻擊臺灣 美國會不會出兵防衛 拜登毫不猶豫的說了會 蘇貞昌跟外交部同聲道謝 感謝全國人民共同努力 讓臺灣在全世界越來越受到重視和堅定 尤其外交部當中 很打招 外交部我們感謝拜登政府再度重申 美國對臺灣的一貫承諾 我們也會跟美國以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來深化合作 共同促進臺灣海峽 還有印太區域的和平 穩定跟繁榮 總統府也發出聲明表示 美國以實際行動展現對臺灣堅若磐石的支持 臺灣立場始終如一 更會展現堅定的自我防衛決心 在中國步步進逼的威嚇之下 臺灣要獲得世界的支持 更要有將自己變得更強大的決心 華視新聞的李時劍 台北報導